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恭颂波磊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垢不静 不真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颜耳鼻舌身意 无舍身香味触发 无厌界 乃自无意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境 乃自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知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罗波罗蜜多故 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波罗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名咒 世无上咒 世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也 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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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m Gade Bodhisattva 請放掌 5張跑一下 5張一張一張走一遍 各位同學大家平安吉祥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恩 全世界現在都還在積極地面對著 新冠肺炎的全球性的挑戰 我們能夠這麼平安地繼續上這個課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福德應援 我們非常感恩 上個星期 我們在講為了紀念聖慧老和尚 在老和尚往生第八週年 古雨的季節 我們來紀念它 上個星期跟這個星期 剛好就碰到節氣裡面的古雨 也是老和尚走的紀念日 我們用當初在2013年 就老和尚往生那一年 我們在百寧寺 由明海道上跟我個人 有一個紀念性的對話 主題叫做真兆無邊的思禪生涯 我覺得真兆無邊是那個靈紀中 靈紀大師 他在往生前留下了一首詩 裡面很關鍵的話 真兆無邊 我們在這個文章最後面 還要特別會提到這個音源 那麼第二個呢 詩禪 為什麼講到靜慧老和尚要特別提到詩跟禪呢 那麼我們是透過老和尚一生自己寫的這個詩 那麼來說明老和尚的這個羞恥 老和尚的事業 老和尚一生所做的貢獻 所以詩賞詩養是這樣來的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先從那個 上次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勞駕那個 朱偉兄來先幫忙繼續念一下 我們師父是虛銀和尚的試者 這就講到我們老和尚了 我們老和尚他這一生是比較獨特的 指幻燈片 你繼續念 在這張照片上有我們師父 在虛銀和尚的右上方 彭波的 彭波的 我記得今年三月份 我在北京見師父的時候 一起看這張照片 師父還跟我說 你看 那個時候 那時候的出家人 每個人都很有道氣 我們師父他1933年出生 一歲零五個月被賣到寺院 最初是在和尚的寺院 由於他老哭 寺院的邊上有一個比丘尼庵 庵裡有兩個師父 是母女倆 這母女兩個就把他接過去了 兩個比丘尼把師父抱過去 把他養大 所以他從小是在比丘尼庵長大的 師父在1977年寫了一首詞 在這首詞裡面 他也大概開闊了自己一生早期的一些階段 這首詞叫浪濤沙 他說 一唱浪濤沙 落地瓦瓦 紅塵白浪且為家 混沌不知生是苦 啼笑一壓 這個孩子很小 你把他送到比丘尼庵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可能還覺得很好玩呢 這句話有點悲涼 我們身上有倉的話 都不敢去碰他 不敢接他 豬門棚戶總空花 誰是良間除燕子 志在天涯 這是師父在做右派勞動改造的時候寫的 《浪濤沙》 回顧1977年前 他一生的主要階段 小時候在比丘尼庵長大 這一對比丘尼是母女兩個 一個叫仁德 一個叫海善 在湖北黃梅蘆花庵 我們可以看到 有兩間療房的匾 寫的就是海善仁德 這個比丘尼庵 也是師父為了感念 養育他的比丘尼的恩德 為比丘尼師父造的安 好 那麼這個我們挑到後面去 那個會議 請你挑到後面 1956年我們師父 1956年我們師父 離開遜音老和尚 到中國佛學院去上學 在這個浪濤沙的詩裡 他寫道 六唱赴金城喜氣盈盈 九州萬國永天亭 百足共和新大業 一統乾坤與路則失明 潤吉知靈 欣欣學子吉都門 西古納金真上祭 真上禁 齊叙傳登 本來他在山林裡面做和尚 忽然一下到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 而且進了中國佛學院 成為中國佛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師父跟我們講 中國佛學院的第一屆學生 構成很豐富 師父很年輕 但是也有三十多歲四十多歲 已經做到寺院的住持了 再來上佛學院的 因為剛剛組建的佛學院 要人 所以就把很多人拉到一起來 這是1956年 到了1957年 反右 大家知道反右嗎 仲達知道 反右 在中國的語會裡面 右的意思就是革命的程度不夠 簡單的說就是這個意思 在反右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 在1963年 師父被打成右派了 和尚右派 打成了右派以後 就到北京的大興農場 去接受勞動改造 1949年的前後 我覺得好像也是中國佛教的 一個分水嶺 虛應和尚 堅持 留在了大陸 有很多的高僧大德 去了台灣 台灣佛教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一直到今天 在弘法立身 在佛法融入社會的主流文化 和社會中 發揮作用 這一方面取得了 值得大陸學習的成績 我個人認為 這也是因為 在四十年代末 這些高僧大德到台灣 逐漸地發揮作用 然後才有後來佛法在台灣的 這番大氣象 不知道我這個觀點 是否正確 請尤老師 點評一下 請問你來念 尤祥周教授說 在回應海和尚的這個看法之前 我有一點感觸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特別是我個人 真是非常非常幸運 因為今天海和尚講了很多話 都是在把釋迦摩尼佛菩提樹下 得到的那個心法 委婉地傳給我們 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知道 藏傳佛教大喇嘛 要傳法的時候 要做很多的儀式 敲打念唱 要很多外在的形式來凸顯 我今天要傳這個法了 是非常非常濃縱的 但是海和尚今天 把從釋迦摩尼佛歷代的祖師 到虛雲老和尚 再到敬慧老和尚 這一脈相傳的法 在非常平常心 平常語言當中 傳給我們 希望同學們 對剛才海和尚這段開示 要反覆地去聽 如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在每一個當下 行 住 坐 我之間 與 莫 動 盡之間 著 衣 吃 飯之間 在每一個當下 久 路 還 家 好 這一段要請惠寧 帶大家一起再念一次 在每一個當下 在每一個當下 行 住 坐 我之間 與 莫 動 盡之間 著 衣 吃 飯之間 在每一個當下 舊 路 還 家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發現 最短短這段話裡面 牽涉到我們很多動作的變化 我們看這裡面怎麼講 譬如說 在每一個當下 行 走路 住 站著 坐 坐下來 或 躺下來 也就是我們身體的四種威夷 四種姿態 那麼第一個是 行 住 坐 我 龍 再來 雨 莫 動 盡 雨 說話的時候 莫 不說話的時候 動 身體有活動的時候 靜 非常安靜的樣子 然後 著衣 穿衣服的時候 你穿衣服的時候 是不是有那個穿衣服的動作 每個動作你都可以做到 舊 路 還 家 你穿衣服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呢 然後再來 著衣 吃 飯 那個吃飯的時候 你每一口飯 有沒有很專心的 在繳那一口飯的當下 然後也做到了舊 路 還 家 這道請惠玲帶大家再唸 惠玲那個 唸這個文章的節奏是非常完美的 請 在每一個當下 行 住 坐 我之間 與 莫 動 盡之間 著衣 吃 飯之間 在每一個當下 舊 路 還 家 什麼叫舊 路 還 家 我現在不管走到哪裡 即使我在迷途中 我只要當下回觀返照 這個地方就是轉類點 在這個地方 對不起 轉折點 轉折點 在這個地方回轉 這裡就是家 家是什麼 家就是我們安心立命的地方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 我們讀過疫情禪詩 幫聖言法師寫的一篇序言 然後你們告訴我們 你可能開一個部車子 你可能是向北走 是到Boston 向南就開到這個紐約了 然後你開在這條路上 高度公司上面也好 普通的路上也好 每一個點都往Boston 每一個點都是往紐約 然後不管往北往南 每一點都是你開悟的契機 也就是舊路還家 還什麼家 你一回頭就是家 你不回頭 這個就離家越來越遠了 這個我覺得 這個話是海和尚講的 這個海和尚讀過很多 疫情禪詩的書 所以非常相應 我們那個疫情禪詩 後來去北京大學 有一場演講 就是海和尚安排 安排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深深的去體會 我們看到海和尚跟這個 敬慧老和尚 然後跟疫情禪詩 他那種心靈的一個互動 微妙的互動 這個微妙的互動 就是我們祖師禪的傳承的關鍵 請繼續 疫情禪詩說得很好 他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 我伸展的地方 或者我買的房子 但真正的家就是這個當下 好從這裡開始 帶大家慢慢念一下 當下的覺知 覺知的這個當下 才是我們真正的家 所以剛才海和尚提醒我們大家 如何在每一個當下 救入還家 這就是佛法裡面 最根本的心法 海和尚知道我是個大笨人 怕我在療房裡面睡懶覺 指定我到這裡陪他談談話 其實他是要傳法 我真的很感謝 因為我今天中午就要跟明姬師父 到黃梅氏主寺去了 臨行之前 師父大概怕我錯亂心頭 趕快把心法傳給我 再給家家溫點一下 真的很感謝 回到剛才海和尚講的這一點很重要 我在幾次的場合 包括上個月到韓國應邀出席 東亞佛教論壇 他們韓國佛教界一直希望了解 台灣佛教在過去的六十年當中 究竟是怎麼發展的 我把發展的關鍵因素歸納為十六點 其中第一點就是剛才我們海和尚所提示的 要認識台灣佛教先要了解 台灣在1945年之前 曾經遭受日本50年的殖民地統治 尤其這個殖民地統治 到了後期的時候 日本在同一個時間 在韓國和台灣都進行過 所謂的黃民化運動 他們逐漸開始進行 把佛教日本化的運動 要我們法華人改為日本的信徒 這樣一來 台灣佛教大那時 其實已經快要變成日本佛教了 但是就是1949年 很多大陸的大和尚 包括白聖長老等到台灣去 他們開始傳界 所以在兩年之內 把日本殖民地佛教的影響一掃而光 這真是利 這我打個岔 白聖長老對台灣的佛教 回歸傳統是貢獻很大的 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叫結下安居 所有的寺廟到了下安居的時間 全部都回到寺廟去用功 然後回歸到我們中國 傳統佛教走的這樣一個修行的路線 那韓國呢 這一點也做得不錯 我去韓國很多次 他們韓國的法師 雖然因為日本的佛教影響太強烈了 他離日本太近 所以呢 這個很多寺廟 他們其實很多出家人 有的已經過著一種世俗的生活 但是韓國佛教有一點堅持 就是不管你現在做生意啊 你在開店啊什麼之類的 你到下安居的時間 全部都要找一個寺廟去掛單 去用功 所以這個才把日本 韓國佛教這個命脈啊 給維持下來 但日本本身斷掉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亞洲的這個 特別是台灣跟韓國的這個佛教 能夠維持它回歸正統 這一點上來講 我想是做得非常好的 請繼續 這真是歷史的奇蹟 我們也是因為這些師父們 把大陸生團規矩 船界的規模 試願的功課等等 帶到台灣去而受益 所以真是很感謝 我這裡再補充一句話 台灣的佛教 擺脫了那個日本 所謂的這個日本話佛教這個影響 當中回歸到哪裡呢 就這裡面很重要一句話 生團的規矩 船界的規模 試願的定課 早晚定課 全部都是什麼 東晉時代的大灣法師 它流傳下來的 所以這個大灣法師 對中國佛的影響 後面我們看那個敬衛堂上 他有一段話 特別強調到 大灣法師的貢獻 這是很重要的 請繼續 今天談大陸的佛教 台灣的佛教 其實是一脈相承 後來大陸的宗教政策 逐步落實之後 台灣這些道場的法師 或者是在家居士 都非常積極 希望還本報恩 來幫助大陸恢復佛教 恢復佛學院 所以師父剛剛講的非常重要 因為大陸的傳承 非常完整地保存在台灣 所以我們報恩的心 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大陸這幾年佛教 又開始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但是這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大陸佛教的復興 隱藏著很多不確定的危機 這個危機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佛法的真正傳承 沒有被證視 真正的傳承大家不認識 大陸佛教可能會出現 很奇怪的現象 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我覺得同學們非常幸運 老和尚辦生活禪下令營辦了二十年 主委所接觸到的是真正的佛教 非常貴重的一個傳承 這個傳承你能遇到 那是你這一生最大的幸運 我這裡要特別想想就是說 這一次為什麼我們要花兩個星期的時間要來讀 明海大學上這一篇 這一篇談話 跟我的這個對話 這一篇文字啊 是真正在談老和尚的心法 而老和尚的這個心法 就是中國禪中 特別是到後來到林祭中 一曼相承的那個心法 這個心法弄不清楚 你雖然在佛教裡面 也許浸泡的時間很久 但是沒有霸氣大的作用 所以這一篇文字的重要性是在 這個就是我們要來接這個心法 請繼續 因為我們這一生不管賺多少錢 不管社會地位有多麼高 那都是夢幻泡影 但是這個法的傳承 一旦進入我們的心中 你永遠受用 生生世世 它都會起作用 這個作為一個一點補充 明海大和尚說 劉老師過癒了 但是他講得非常好 在1949年以後 中國佛教的法脈向海外流傳 同時在中國大陸 也有一大批的高聲大德 堅守在這裡 延續佛法的會命 像虛應老和尚以及他下面的門人 我看過很多高聲傳 在《戰傳佛教》中 我記得蓮花生大師的傳記裡 有這樣的鏡頭 就是說他曾經被一個國王扔到油鍋裡去 結果油鍋裡出現蓮花 把他架在火上燒 燒不死 扔到水裡淹 淹不死 大陸佛教佛法的命脈呢 1949年以後 那些高聲大德們和我們的國家人民 一起經受了很多磨爛 這個磨爛大概也相當於是下油鍋 架到火上燒 輪到水裡去煙 最後還沒事 也有這樣一個過程 事實上真正的道 它在風和日 曆日下能夠發展存在 在暴風咒雨 烈火猛夜中也依然故我 所以真正的道 如果說真正有道的話 那道的力量必須要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大陸佛教過去幾十年的歷史 是一個很奇妙的因言 反复是一個實驗室 它告訴了我們道的力量 因為在文革期間反右的時候 大陸佛教是受到壓制的 當然整個社會也都在混亂中 佛教是和整個國家民主的命運 在一起經受著那種低谷挫折動彈 分裂甚至撕裂 在這時出家人各個命運也不一樣 92年5月份我在出家以前 曾到柏林寺來 想要先試試看 能不能適應出家人的生活 我在這裡住了幾天 當時恰好房間隔壁住著一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是文革以後 又重新穿身裝的 他以前在湖北住 我跟他聊天 他給我看一張照片 上面是他的一個同參道友 也是太虛大師的學生 因為太虛大師當時在武昌也辦佛學院 在土改文革的時候 他們被批鬥受了很多苦 有人受不了了 有的人受不了了 就一邊念著 南無阿彌陀佛 一邊往長江裡泡 泡的意思就是投水自盡 老和尚說的時候哭起來了 給我的印象極深 你們看在時代的動彈中 大家的反應不一樣 還有一些人還俗了 我講的這種還俗 是他們就淹沒無聞於民間了 也有一些像孟參老和尚在坐牢 像我們師父呢 他被打成了右派 我們看這個孟參老和尚那個修行 是不得了的 他也曾經在閩南佛學院教書 把這個法傳承下來 後來他年紀非常大 上了百歲了 回到武台山去用功 我記得那一次在武台山 這個見了那個孟參老和尚 是印象特別深刻的 那老人家那麼大的年紀念念分明 每一句話都講得清楚 請繼續 生活禪可錢可生 一機一用 師父去世以後 我回觀他這一生 我覺得他在年輕的時候 親近虛隱老和尚的時候 已經得到了禪的受用 後來師父在九十年代初 提出生活禪 師父所提的這個生活禪 我自己用八個字來概括他 可淺可生 一機一用 好 像我們這段話 勞家 那個祈神菩薩來念 雞和用 是祖師禪的術語 我們現在學祖師禪 有個問題 就是好多語言上的障礙 其實這些語言在當時都是最生活化的 最口語化的 但是今天我們就有了隔閡了 現在我們來解釋 就是生活禪的遺跡遺用 可淺可生 什麼是 我們 什麼是機呢 我們知道汽車 汽車最核心的是發動機 我們說汽車的性能 就是指發動機的能量 質量的功能 我們說一個門鎖 最重要的就是 那鎖裡面的最核心的地方 那是他的機 所以禪的機是什麼呢 在祖師禪的術語裡面 禪的機是指 讓我們的心性回歸到那個體 好 這句話請那個 洗人菩薩帶大家再清清楚楚再念一遍 在祖師禪的術語裡面 在祖師禪的術語裡面 禪的機是指讓我們的心性回歸到那個體 剛才我說每一個當下 我們都沒有離開那個全體 即使在煩惱中 即使在生活的各種困境裡 貪稱吃 貪稱吃慢移的情境中 你也沒有離開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 我們讀這一篇的用意 其實就是從頭到尾 再講一個最關鍵的東西 也是我們這一生修行 真正可以說的 是祖師禪的關鍵 祖師禪的精髓 好 請繼續 中門所說的機是說 在那一刹挪之中 回歸到那個全體 得到禪的根本的受用 在那個受用之下 你對你的生命有了全新的發現 你認識這個世界的思維方式 心面的運作方式 發生了顛覆 在那裡 你有一個新的高度 新的起點 新的出發點 剛才我們書 等一下 這裡我要請慧琳 帶大家再念一次 在那個受用之下 在那個受用之下 你對你的生命有了全新的發現 你認識這個世界的思維方式 心念的運作方式 發生了顛覆 在那裡 你有一個新的高度 新的起點 新的出發點 我要說的是 我們修行有沒有上路 有沒有得到真實的受用在這裡 為什麼 你必須在每一個當下 顛覆你自己的想法 去改變你看這個世界的一種高度 你要去展現每一個全新的自我發現 好 請請 剛才我們說貪生吃慢儀現前的時候 你也沒有離開這個體 我們吃飯喝茶睡覺聊天 讀書甚至吵架都沒有離開 這個叫什麼呢 用 用 在禪師那裡的用 就是生活中的語言 生活中的言來與往 迎來送往 引時起居 問答往復 每時每刻的六根門頭 從來沒有停止過 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流露 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流露 這一段話太棒了 慧琳帶大家再唸一聲 在禪師那裡的用 在禪師那裡的用 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流露 請記住 這個怎麼流露 就是你所有的內在的一個心理活動 在眼耳鼻子身上自然流露 那功夫在哪裡 不是你流露出來都是完美無缺的 而且你流露出來怎麼樣 有任何的德與思 你在那個當下 自己知道怎麼修正自己 調整自己 所以你知道這個其實在傳統的試驗裡面 這個資格式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這個資格式的角色不是 我很懂得送來迎王 我很懂得跟你哈啦哈啦 我怎麼樣知道討好這個信徒 然後多做一些捐獻 這是錯的 真正的功夫是你在送來迎王 你在跟社會大眾的互動當中 你在每一個大眾看到你自己 看到你的起心動力 到底是被覺何成或者是被成何絕 會你們把我這兩句話解釋一下 這八個字 被覺何成 就在六根門頭 你的心是被灼境界的 就是塵馬 就是外面的色香 色聲香味處 把這樣的六成 那被成何絕就是說 六根門頭看到這個 跟這個外成 外境 這個就是面對這樣子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絕照 絕性看到 這個都是你六根門頭在分別中 那就是刹那刹那的分別 就刹那刹那的生滅 生滅 那老師有提醒過 要在那個滅上做功夫 請繼續 那個我們起扇葡萄念得非常好 請 在這裡師父他有他教學的方便 這叫用禪師的用 我們的用呢 現在我在講話 你們在聽 都沒有離開那個體 在武登會員裡 馬祖和百丈禪師 有一段公案就講得饑何用 百丈禪師是馬祖的弟子 有一天 百丈禪師跟馬祖道醫在一起 禪堂邊上有一個浮塵 馬祖不說話 用眼睛斜視那個浮塵 然後百丈禪師說 即此用 離此用 其實這是句問話 師父看浮塵 這就是揚眉順目 於是徒弟就問了 師父 你剛才斜眼看浮塵 那個東西真如本性的體 是在這之中 還是在這之外呢 注意 底下這一段 請修悲菩薩來念 謝謝 謝謝 我們修悲菩薩這個詩信 真的是每一次都扣到我的心頭 非常感恩 注意 注意 主師禪是活的 是現在進行的波羅智慧 它不是完成了之後 在理論上一個蓋鍋 或是正在進行時 全體都是當下正在進行的活的波羅智慧 好 我們注意到 中國的這個傳統的禪宗 為什麼又叫做波羅宗 因為離不開波羅法門 這很重要一點 請繼續 他不是完成了之後 在理論上 對不起 然後 馬祖就問百丈禪師說 以後你要是講法的話 你怎麼說 也就是問他以後怎麼去教別人 百丈禪師沒說法 就走過去把婆臣束了起來 這時馬祖禪師又問了 你說的東西就是你現在的這個嗎 還是離開這個呢 即使用離此用 百丈禪師又把婆臣放回到原來的位置 在這一剎那 馬祖大賀一聲 這一刻讓百丈禪師三日而翁 好 把這六個字大家一起念一下 即使用離此用 即使用離此用 好後來 後來 黃珪禪師請教百丈 說你當時在馬祖那裡 怎麼樣啊 百丈禪師就把這一段學了 黃珪禪師聽到後 不覺吐舌 表示驚訝 百丈禪師說你是不是要誠實馬祖啊 黃珪是百丈的法詞 黃珪禪師說了一句話 黃珪禪師說了一句話 若我成馬祖 上我兒孫在 意思是 未來我的祖孫會很少 我的法系不會太發達 然後百丈禪師有一個評語非常好 他說 見儀師期 檢師伴得 見過儀師 方堪傳授 我們現在看這段話 好像猜謎語一樣 這是在幹嘛呀 馬祖的楊威一刻 鄭威一刻 這一刻就是中門禮 說的截斷重流 它是要你當下回歸遺體的 我覺得這四個是特別重要 截斷重流 什麼流 就是我們意識流 胡思亂想的那個流 一天到晚收東收西 毫無意義的流 所以修信人要有一個性格 當下截斷重流 這是當下回頭的那個功夫 請繼續 若論到那個體 說法也不是 拿佛神 拿佛神也不是 怎麼都不是 這裡沒有對錯是非 高低之分 但是如果是這樣 必立千任 我們這些學禪的人 從哪裡下手啊 所以皇后禪師 沒有走這條路 他陳詞百丈禪師 把這佛神舉起來 又泡回來 這是什麼啦 這是用 所以靈記禪 你念這句話 為什麼不大喝一聲呢 這是用 就把它唸出來好不好 來試試看 這是什麼呢 這是用 所以靈記禪子孫 騙天下 我們要在剛才這一段 裡面去尋找線索 它的特點就是 要在生活的日用中 讓我們回去 所以靈記祖師有名言 所以這個地方你再唸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你再唸一次 您建議祖師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邱北師兄 唸了別字很精彩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回頭的關鍵 所以有時候我蠻欣賞他的唸錯 因為什麼 他錯是他的事 你當下聽到他唸錯的地方 你自己有沒有警覺 你自己有沒有當下回頭 然後他聽到我們都回頭了 他自己也會回頭 這個就是雞根用的一個巧妙的地方 所以我們讀書不要讀史書 要活書 請繼續 謝謝 林祭祖師 林祭禪的禪風很猛烈 很迅絕 但是他又不離開我們 日常生活的六根 岩耳鼻舌生意 吃飯穿衣 收髮動念 動念頭起起煩惱 他不離開這些用 他要 他要做這些用 讓你回家 這是祖師禪 所以我想這裡再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佛教從印度傳到漢地來 那為什麼達邦祖師傳到 我們叫做如來禪 後來在代代鄉城發展出祖師禪 他的基金用在這裡 而這個基金用什麼 就是我直接看到邱北宗 我看你不是你也瞪你也 那你那個當然是生氣呢 或者在我對你那一眼 大家 你跟我有種基金用的會心呢 這是關鍵 明白的人 隨機可用 隨處也可用 不明白的人 一天到起煩惱 站在那邊 地獄裡面打滾 我希望大家 真的我們今天上這個課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 要在這裡得到真實的受用 你看我們這個洪君菩薩 他在中台山用功那麼多年 他沒有白用功的 我希望大家有時候跟我們洪君在一起 要多用一點心去觀照 這個小子 憑什麼在這個地方 能夠發揮我們中台的這個禪的一種 大機大用 我曾經陪這個我們 維基老和尚去大陸 我們很奇怪 我們跟老和尚 老和尚叫我排行程 我排好發現 我們的行程全部都是 過去虛應老和尚走過的路 不是偶然啊 然後在整個大陸的這個餐房裡面 先到廣東 竟然我們第一個去的地方 是南華市 見到了老和尚 虛應老和尚身邊的那個士者 我們見到他之後 一個禮拜他老人家往生了 我們後來離開 就是 都帶著我一早上這個參訪團 後來離開最後一個點 就是江西雲居山的真如寺 那一天 虛應老和尚身邊的一個 最後一個士者 叫做傳應老和尚 後來做了中國佛教學會的會長 他把雲居山真如寺的一個 破舊的一個大茶壺 就以前那個老的那個茶壺很大的 每一次在廠場做傳用功 最後呢給行程給讓他喝水的 把那個壺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話想像 普通的岸鐵 送給了這個維基堂上 帶回忠臺山 成為忠臺山的正山之寶 為什麼 重點不是那個老茶壺 重點是他代表的是禪的傳承 禪的受用 禪的大機大用 好 那個下面這一段 我想來 然後叫我們那個 明正雄來繼續念 謝謝 他連起生活產 在生活產裡面 你講到機體 當下即是 不需要多講話 你們現在 如果有人上來 把桌子心翻 把我們兩人打一頓 也非為分外 雞罵 中鼓掌 所以我們跟師父 這麼多年 我曾經想 師父也不說個具體的 怎麼下手呀 可是在他的感覺裡 還有什麼呀 都是啊 當然 他沒有這樣講 但是他的心態是這樣 這個就是生活的前提 生活這個詞 其實是無所不包的 用簡單的定義來講 我們生命的一切活動 都叫生活 而 生命的一切活動 就是剛才說的用嘛 這個用 有佛菩薩的神通妙用 放光動地 也有我們 諸位 雲雲眾生的 種種煩惱 乃至在社會 面呈現的 鬥爭呀 戰爭呀 各種各樣的 人間慘劇 這一切都沒有離開 那個體 全體都是 在這一句 這裡一句話 都多餘 但是 有幾個人 能直下承擔 承當呢 所以他 還要講 他講 只要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 好 這兩個就要請大家 跟慧琳念一下 要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多數人 都是在順境中 隨緣修 順境中容易修行 封和日立 誦經慈座禮佛 但是 我覺得 海和尚他 因為在大陸 這樣一個 大的環境的 這樣一個考驗下 他講的都不一樣 他告訴你 如何在逆境中 去用功 而且在逆境中 你成就又不一樣 所以像他提到說 台灣 這幾十年的佛教發展 封和日立吧 但是你看到 虛然他留在大陸 帶那麼多他底下的圖眾 一起在修行 在鬥爭 在困難當中修行 他又有他的不同的基根用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 兩岸的佛教的發展 必須從這樣的一個很高的一個至高點 去看這裡面的奧妙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請繼續 我們問他怎麼修行 要捷悟 要奉獻 要感恩 要包容 要分享 要捷緣 給了我們下手的地方 所以我說他可深可淺 深呢 不見底 問一句 一句也多 一個字也多 錢呢 如果你誰會感恩 誰會把以前經過的放下 過了 你誰會無私的奉獻也過了 在人天善法層面 自立立他 自決決他是他 在生活中 拓殘疾更是他 所以說他是可深可淺 好 剛剛念這段話 請那個慧妍再 帶大家溫習一下 人天善法層面 自立立他 自決決他是他 在生活中透殘疾更是他 所以說他是可深可淺 這些話聽起來平常 但是是非常非常大的修行 我們後面要講那個 靈際主師是怎麼開悟的 這一段來聊 叫我們如正兄來念一念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因生布施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師父不能像馬祖 或者像百丈 靈際禪師那樣 幾個回合之下 讓我們立竿見影 當下回家 運用古代祖師禪的方便呢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時節因緣不一樣了 前面我們講 祖師禪第一 重要的是師父 再重要的師父 跟徒弟的緣要契合 整個這個時代 現在眾生的根系 和禪的機緣要契合 現在這個時代不行了 他和祖師禪 那個時代的教法 方法已經不相應了 靈際禪是開悟是怎樣的 是這樣的 這裡一段話是要講 這個禪修啊 為什麼善知識呢 非常重要 我們現代人 你的老師 你的善知識 多說你兩句 你馬上瞪他 然後拿起包袱就走 所以他就接不到那個機 成就不了那個用 所以底下這段善知識 靈際禪是為什麼會成為一個 所謂靈際天下的一個大的祖師 一行禪是走遍全世界 他不管走到哪裡 他明明白講 我是靈際中的傳人 第42代的傳人 他大聲的這樣講 靈際中第42代的傳人 所以我們接師父長 我們就第43代了 請繼續 靈際禪是開悟是這樣的 他在黃珀禪師門下幹活幹了很多年 從來也沒有去問師父一個問題 這點上我也是 真沒有問過我師父修行的問題 這個我是指海和尚他自己 請繼續 當然幹活的事兒 我經常問他 不過這樣好像把自己說高了 其實是我沒有靈際祖師那種根性 所以才不問問題 而靈際祖師他心性就是那樣 後來有一個手作說 你應該去問一下住持 什麼是佛法大義 後來他三次去問三次被打 每次要打三十棒 你們現在能打嗎 在座的有的 諸偉你們現在能打嗎 好請繼續 在座的有法律序的 昨天跟靈音法師還有往返討論呢 所以現在用打是不行的 而且我們信賴人的思維非常活躍 資訊大爆炸 知識大爆炸 資訊泛濫 信賴人的意根非常之銳利 非常分別心很自盛 不過分別心也是他 他也不是別的 所以以唐宋時期人的根性 所適應的那種教學方法 在現在行不通 所以我們師父自己是平平常常 他事先擁長而威威到來 但是你說他在生活中 一念之下的應激 而發這種事情有沒有呢 很多 可惜我們根性不夠 不過根性不夠也得到利益 我剛當和尚的時候 也有心理考驗 是什麼考驗呢 因為我是從學校出來的 也沒有社會上的待過 到沒有來 很發心很熱情 但有一點不大適應 尤其是出家人做事 比如說不跟你打招呼 就斷然的做個決定 辦了 這點剛開始我很不適應 比如說我們上殿需要維羅 維羅斯是帶我們念經的 結果有一天早上 我們上殿 人家說維羅斯走了 我就傻了 很煩惱 就是跟師父說 你也是一句話 我們修行不就是為了他們嗎 對啊 我們就是為了他們發心的呀 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在世間法裡面 這個人沒有辦法依教奉行 或者是跟你約定的事情 他不能夠按照這個約定去落實 你起煩惱 可是老二上的話 他有反向事 我們修行是為這種人 所以他給你的煩惱 就是給你一個用功的 當下救入還家的機會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學習的 請繼續 這句話我就沒煩惱 當時止血瀝乾淨 這樣的勢力在師父身邊是非常多的 就一句一招之敵 現在說到這些最初做和尚的時候 對於其他人不商量 突然就決斷自己非常不適應 結果後來自己也這麼幹了 所以講到師父的生活禪 你知道這個話的意思嗎 我們這個海和尚去接了那個 百靈禪室的方向之後 這是有程序的 有規矩的 然後他發現他自己非用功不可 自己就半夜跑到武財山去閉關了 那這個百靈禪室大家上下就很著急了 我聽說當時海和尚留了五封信 包括一封是給他師父的 但是這個靜慧室很有智慧 他趕快安頓一下 這個百靈禪室現在誰來負責這些 就組織的五人小組來維持百靈禪室的正常運作 然後這是我後來聽的時候說的 他去請教傳映長老 這個傳映長老也是虛運老上的弟子 傳映長老只跟他說兩句話 他說成就他吧 第一句話 成就他 就成就他去閉關這個姻緣 第二句話說什麼 將來用得上 注意 將來用得上 我們世間法裡面我們都只看眼前 哎呀 你這個一走了之 然後這不是天下大動 腦子上看到不死 他畢竟都是跟在虛運腦上身邊 這個調教出來的人 成就他 這成就他 這三個字只有扭轉乾坤 將來用得上 那何等的眼光啊 然後呢 我很驚訝的是 我有天突然打電話到百靈禪室 要找我們美雅大和尚 他接了電話 他說佑老師你怎麼找到我 我說我想念師父就給師父打電話 他說我在舞台山 我是師父你怎麼那麼幸福 跑到舞台山啦 其實他在舞台山不接任何電話 可是那天不知道怎麼心血來吵 覺得這個電話 要跟他講兩句吧 結果是我打了電話 所以他在舞台山就這樣用功了兩年 他本來計畫三年 後來救回老上上山去看他 答應他 你兩年要回來承擔 要回來這個百靈禪室承擔 他後來師父呢 這個海和尚下山以後 跟我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在舞台山閉關的時候 夢見一個人 夢見誰啊 南懷錦老師 他跟男老沒見過面 他夢見他啦 然後呢 他想這個夢裡面的音源太好了 他在夢裡面就跟男老師請教了幾個問題 夢醒之後他想 這個夢會不會是胡思亂想 他就託給一個朋友去聯絡那個男老師 要確定那個夢是真的 後來就電話裡面在舞台山 他打電話給男老師 男老師就跟他確認夢裡面講的每一句話 他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還來問嗎 確定這個夢是真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課堂上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提到 男老師提到很多次 最近我們為了紀念男老師往生 我們也特別特別有一堂課 特別紀念他 我們上次跟這個黃聖遠老師在一起講課的 特別提到這一部分 所以這一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福氣 我從高中開始 我沒有親親過男老師 可是我修老人家的法修了三年 因為我的英文老師 他為了他的這個兒子 自己開口說話 他本來是一個天主教徒 結果 開始認真的探討生命的智慧 輪迴的智慧 我就受益了 你看這個世界上的英文怎麼講 我怎麼知道我高中的時候 在宜蘭那邊鄉下一個窮鄉屁的 我竟然可以得到男老師 直接傳了這個法 我那個陳玉尊老師 他是江西赴寧的 他去跟男老師學什麼 回來第二天回到宜蘭中學去教我 所以我變成是馬上 男老師在台北教什麼 我第二天在宜蘭學到什麼 你說這個因緣怎麼成就啊 我沒有相信這個 不可思議的因緣 不可思議 好 請繼續 所以講到師父的生活禪 他是可生可淺 一機一用 現在我們回來說師父 他對禪的受用 歷經這種社會動盪 人生的磨難顛簸 穿越歷史的淹塵 最後來到了我們的面前 確實不容易 現在是不容易 我們今天能坐在這裡 確實要感恩老和尚 感恩他過去 那麼漫長的歲月中 所忍耐的一切 也可以說 他那時候全部的忍耐 都是為了此時此刻 此一會 為了你 為了我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理解了 什麼是菩薩 那個 我們魯盛兄念這段請 會請菩薩在 帶大家重複一遍 大家清清楚楚跟著 因為這都是大關鍵 修行的關鍵 我們今天能坐在這裡 確實要感恩老和尚 感恩他過去 那麼漫長的歲月中 所忍耐的一切 也可以說 他那時候全部的忍耐 都是為了此時此刻 此一會 為了你 為了我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理解什麼是菩薩 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 這是很重要的話 你沒有白忍耐的 因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跟家人都會有關聯 我很感謝這次清明節之前 因為慧寧菩薩成就的那個程老師 去東師的那個聖南官房 閉關前後十天 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這就很棒 因為你所有的忍耐都是為了此時此刻 此一會 為了你 為了我 這個都是大音樂 好 好 這一段我們 再 勞教洪君不再來念 好嗎 當然 後面我們 還有幾首詩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痕跡 1963年 他被打成右派 到北京大新農場 去勞動改造一年 然後到廣東如遠 1969年 1969年 到他的老家 被監督勞改九年 至1978年底 一共 勞動改造十五年 這是他十五年的 右派生涯 在那個時候 右派意味著什麼 像王蕾全教授 他知道 我們七十後 八十後 九十後 九零 九零後 是想像不到的 我們經常說 人上人 那個時候的右派 是人下人 在這個社會 他們 可以是 可以被大家 踩在腳下的 受到普遍的歧視 排斥 右派的子女 不能參軍 不能上大學 至於我個人 那個時候 右派的子女 我都會看出來 為什麼呢 他們的父母 被打成右派 小孩子的心裡 也會受到傷害 受到一些扭曲 大概他們都 會有一種特徵 文革以後 他們都很自強 還有的呢 多少顯得 有點自卑 這都是過去的印記 我小時候 在鄉下 村裡就有右派 這個右派 帶著幾個子女 在我們村裡 接受改造 他們經常受批鬥 所以右派在那個時代 是非常違建的 甚至 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 似乎被打成右派以後 他會寫詩 詩是很奇怪的 他其實是一種觀照 如果沒有觀照 你不會寫詩 不管你在多麼 詩情畫意的情景中 在多麼適合於寫詩的環境和資料之中 如果沒有反觀 你不可能把經歷的東西 變成一種表達 好 這裡請你帶大家一起 再重新唸一次 如果沒有反觀 如果沒有反 大家一起 如果沒有觀照 你不會寫詩 不管你多麼詩情畫意的情景中 在多麼適合於寫詩的環境和資料中 如果沒有反觀 你不可能把經歷的東西 變成一種表達 表達出來的 藝術化的 所以詩有觀照 沒有觀照 就沒有詩 而觀照 恰恰是慘的生命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一篇文字 這個對話的紀錄叫做 《詩慘生涯》 其實我們很奇妙地在那個 我們慶慧腦道上的身上 看到詩跟慘的結合 而這裡面他就給我們找出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答案 因為詩的本身就是要不斷的反光 不斷的觀照 而這個觀照就是禪的生命 好 請繼續 所以禪一定是詩人 當然詩人未必各個 禪者一定是詩人 禪者一定是詩人 當然詩人未必各個都是禪者 不過我相信 特別是中國傳統的詩人們 他們都有觀照的心 在這種觀照裡面 有不同程度的寂靜和解脫 為什麼這麼說呢 比如我們身體痛 把它寫成一首詩 好像痛減輕了 不過以世間的詩、歌、藝術來說 這種減輕不是根本的解脫 它只是像喝了一杯酒 不過那也減輕了 但禪者一定是詩人 說禪者是詩人 不是說他 他們一定都會寫詩歌 而是指他的生活 他生命中的一切本身 就是藝術 就是詩 當禪者回歸到自性的本體 他的生命轉身 得到自在的時候 所有的包袱放下了 生活變成了藝術 是一場戲 他是導演 是演員 也是觀眾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看戲呢 看戲這個原理 很有意思 因為它是戲 你是觀看的人 不管劇情多麼悲慘 你不會有壓力 心裡反而 因為共鳴而得到一些疏解 所以禪者的生活 在在處處都是藝術 不管是順利 還是失憶的時候 是熱還是苦 在他那裡都是藝術 包括喝茶 游老師在喝茶 我覺得 這個寫記錄的人很如實 得到自在的禪者 他的一切都是藝術 我的這些觀感 不知道 游老師 可不可以給我們舉些例證 來說明呢 下面這段請 慧靈菩薩繼續念 游祥周教授說 我來填充一些時間 讓海和尚也喝一杯茶 我覺得剛才海和尚提的這段話 點點滴滴 有很多的血淚 由此我們看到敬慧老和尚 不管他生命的路怎麼走 都有一個使命感在裡頭 我覺得這種使命感可能是 生生世世的 這也就是佛教裡面講的發願 我們知道普賢菩薩恨怨憑 普賢菩薩他最偉大的 就是他的大怨 怨是自己對自己生命目標的 一種承諾 一旦有了這種 這個東西用現代化來講 你生命中就找到了核心價值 你的 Core value 很清楚 所以 找到生命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好像那些苦 那些折磨 或者周圍的誤解 別人對你的毀謊 傷害都無關緊要了 你隨時都可以回到自己心頭 的那種雲淡風清 剛才譚道詩 我很認同海和尚剛才對詩的兩個解 一個就是寫詩本身是對自己生命生存的觀察 西方的哲學家埃里克曾經說 最高的哲學就是詩 所以我們看很多禪中的詩歌 禪者 他到了生命非常高明的觀照境界的時候 好像一下突然把一盞燈幫你點亮了 所以我覺得詩跟禪者的關係 的確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真正的禪者在寫詩的時候 不是想出來的 而是從心性當中自然流露出來 我補充一下 這個紀錄人他當時沒有跟我確認 我想三回補充一下 其實這裡面的這個西方的哲學家 而且詩人是一個西班牙的哲學家 也是詩人叫三達亞拉 那麼方東美先生非常讚讚這個三達亞拉 說他認為詩是最高的哲學 就是你的哲學的境界最高的地方怎麼表達 要用詩來表達 所以這個方東美先生他一生的詩集成一個專輯 叫方東美先生詩集 裡面很多詩寫的境界非常高 我們在課堂上曾經讀過方先生的詩 陳老師記得其中一首你來唸一下好嗎 東美先生的詩 東美先生的詩 我從空中來 還向空中去 空空和所有 住心亦無處 住心亦無處 這個是老人家往生前十天 在醫院裡面的桌立上寫下來的詩 講到他一個修行的境界 如何安住在空性之中 其實他當時已經是胃癌的末期 另外還有一首詩我們在課堂上用的特別多的 狂邪趨智慧 狂邪趨智慧所得意狂邪 所得意狂邪 這個是方先很了不起的一個境界 就是說很多人在名義上叫追求智慧 但他有沒有真正追求智慧 不是 他求智慧的動機是兩個字 請你打一下狂邪 就是說你求智慧的動機 就是出於你的狂心跟邪念 邪見 就是那一種 毀謗因果 否定因果 這樣的一種邪知邪見 那麼要來追求生命智慧 你其實什麼 狂邪趨智慧 所得止狂邪 後面還有兩句話 主客不相及 就是說為什麼你的東西會是狂是邪呢 因為你在寫這首詩 你在談這個生命的一種智慧的時候 你的生命的主體就是你自己 客體 就是我們今天講那個主師禪的基跟用 你那兩個是對立的 是二元的 二分的 所以主客不相及 你所謂的大學這首詩 證明你是一個狂邪之人 我覺得這些都是 這些詩都是方老師 往生前那幾天在郵政醫院裡面 在台座座立上寫下來的詩 那個詩都自己有點模糊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 身體已經有點沒辦法做主 但是你看他那個理念這麼清楚 所以詩是最高的哲學 我們在方先生也得到很直接的這個印證 好 那麼我想 然後現在再往下唸 那個會議 所以我覺得詩跟殘者的關係的確非常密切 而且真正的殘者在寫詩的時候 不是想出來的 而是從心性當中自然流露出來的 今天海和尚用敬慧老和尚寫的詩 跟我們分享這個觀照的過程 我想是不是在寫詩的過程內 可以疏解那個痛 或者舒緩那個痛 我認為療病的作用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通常說痛定思痛 其實痛定思痛 那個思就是觀照 所以你們看佛教裡講十二因緣 就是我們輪迴的非常核心的十二個元素 整個輪迴為什麼流轉 因為無明 所以佛陀給我們講十二因緣的時候 他提供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明 用明來破無明 所以這就是後來佛 為什麼講了那麼多般若經典的原因 般若經就是講明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佛法的內涵 就是五明嘛 就是從五個方面 一明 內明 宮巧明 陰明 生明中去明 這個佛法 今天我很感動 因為海和尚在從四面八方 各個面向來讓我們看到佛法的大機大用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受用 謝謝 請繼續 明海大和尚說 殘者的生命本身就是藝術 生活是一個解脫場 也是一台戲劇 他在裡面扮演角色 同時也在觀看這部戲劇 我們師父 他的人生禮途在被打成右派以後 發生一種變化 被打成右派 十 他三十多歲 有一首三十出渡的詩 寂寂空門二十八 二八春 不堪回首 亦前程 他一歲五個月到寺院 所以他算二十八歲 往之阿姆深深得 神父尼師輔與恩 破爾靈泉消歲夜 悠然雲水度成昏 邵光彈指成姑父 以臣 以診忠孝 提肋痕 這裡面有個人的感慨 那麼個人的命運 又跟國家的命運不能分 所以在這裡 以診忠孝 提肋痕 你們說殘者也會哭啊 所以下次你們哭的時候 就不需要顧慮了 但是如果你們哭了以後 如有老師講的痛定 或者症痛的時候 你要能寫出詩來 能觀照這個痛 那就行了 所以不要死在俱下 死在俱下的意思是說 你看他也傷心 他也哭 看來也沒什麼嘛 所以大家要知道 禪不是讓你不要哭 也不是讓你不要笑 不是讓你不要痛 也不是讓你不要癢 恰恰相反 哭笑痛癢苦樂 都是他呀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講 師父的情感非常豐富 他的這種感性能力 非常強大 豐滿且敏銳 他不是因為修禪就變成木頭了 這是個誤會 恰恰相反 蠶是解放這一切的 蠶是把我們的感性和理性 全面的解放 讓他們完整的統一 健康的發展 充分地表達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的高聲 他們很自在就在這裡了 打成右派以後下面 這首詩就很有意思 跨出三門九十天 喜逢 時序 換新年 長征 萬里 新衣食 奴馬 封城 好拙邊 我們大家在生活中 經常會遇到煩惱 考試沒有考好 或者在學校裡面 談的物件跟你吹了 或者家裡面有一個意外的麻煩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感覺到被籠罩在那個世界裡面 是不是啊 重答是 但是太陽籠在在你那個世界裡面嗎 沒有 他早上還是生起來 春天來了草綠了 他沒有因為我們的那個煩惱 就停下來 哎呀 我們這有個朋友 遇到很大的麻煩 我們是不是不要慮了 夏天來了 秋天來了 冬天來了 整個世界萬事萬物 勃勃的生機 念念千流 念念變化 這裡面巨大的生機 從來就沒有停過 而且 即使是你心裡生出來的那個煩惱 壓抑你的 讓你的痛苦的那本身 也是剛才說的 草綠了 太陽出來了 春天之後是夏天 夏天以後是秋天 是那裡面的一部分 你們想想 如果你是一塊木頭的話 你會有那樣的感受嗎 所以你就在那裡面 那就在剛才說的那兒 所以老和尚在那個時候被打成右派 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但是她說 細風時序 換新年 並沒有因為我被打成右派 新年就不來了 新年還照常來 然後她對自己現在的狀態 有一個認識 她說 禪針萬里 新一時 魯馬封城好拙邊 現在有一個挑戰 有一個新的修行之路在我面前 我現在要重新開始 我是一匹不怎麼樣的馬 魯馬牽持 要我努力 這兩句話的意思 你們可以 但我要努力 但我要努力 這兩句話的意思 你們可以理解 唯 她要跟大家表態 我要好好的當我的右派 接受改造 沒有問題 這可以過關 這是她對修行上的心態 那麼第二首更有意思了 她說 了卻日常耕作事 挑燈獨作补衣裳 生涯自喜歸純朴 隱現穿真心未嘗 她勞改的時候白天種地 晚上自己給自己补衣服 自喜歸純朴 這就是她對自己所處環境的一個關照 她可以對隱自憐 可以自我哀嘆 可以說 我現在被打成右派 多可憐啊 但她沒有 而是說 現在到好了 歸純朴了 下面這句話有詩意 可以引發我們很多的感慨 隱現穿真心未嘗 這句很有意思 我是個和尚 然後被打成右派 在這裡耕地還補衣服 這個很有味道 所以這就是關照外面有什麼 起決於你怎麼看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今天練這段話 講起來很清楚 這個就是大修行 在逆境中 你怎麼樣自我勉勵 在逆境中 你能不能換一個角度去發現生命的價值 去發現生命的苦難的背後 它給你帶來這種考驗 了不起 請繼續 外面的世界是在我們心的鏡子中顯現出來的 如果你執著於自我的利害得失 你所看到的是一幅畫面 如果你能放下自我的利害得失 總是把一切境界往好處想 就把他想成是最好的 正好就是他 那麼你永遠都滿意 注意啊 這不是一個精神上的自我麻醉 這恰恰是最積極的心態 因為如果有這個正念的心態的話 我們的環境會因之而改變 由於我們有正念的心態 我們永遠不會受傷 這個世界傷害不了我們 這個世界如果傷害我們 是因為我們自己願意被它傷害 是因為我們自己用了那種心在看問題 其實每一個不信都可以看成性 每一個可氣的人都可以看成可笑的人 每一個讓你惱火的事都可以看成是好玩的事 雷人的事如果我說給我端 如果我說給我端一杯茶來 結果他端來一杯泥土 我可能爆跳如雷 我要的是茶 你怎麼給我端茶 端了一杯泥土 我會覺得這太逗了 我會覺得這太逗了 生活中的事往往都是這樣的 教一念之間的觀照 我這邊露了一段 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我們生命的藝術 或者說怎麼樣把生命藝術化 你沒有人說請你給我端一杯茶來 還可以端一杯泥土 然後這是你的第一個反應 這個太逗了 這太好玩了 就你在跟我怎麼讓這個玩笑呢 這是什麼心態 如果你爆跳如雷 然後大聲斥責 那就你自己進階不行 這個就是我們生活中 其實隨時都要面臨這樣一個重大的考驗 而修行的功夫的增長就在這裡 我特別懷念 我在19-2008年去百零禪寺講課 那個時候老和尚還在 這個講完課之後 當時這個百零禪寺這個夏令營 生活財夏令營的主持人就是我們海和尚 我沒有想到這夏令營一結束第三天 海和尚請人幫忙開車去哪裡 他帶我去中國文化最原始的源頭 就是尤里 尤里就是當初周文王被囚禁的地方 周文王在那個地方寫下《易經》的幾個重要的註解 他帶我去那邊逛了一天 然後又帶我去河南幾個很重要的地方 去走了一趟 你看老和尚心這麼細啊 我以為這是海和尚臨時起義帶我去過 後來原來這個是老和尚的交代 後來我這個2009年去的那個 不是後來我去的那個那個黃梅四祖寺去講課 夏令營去講課 整個生活財夏令營的主持人是我們明基大和尚 我完全沒想到我們夏令營結束第三天 我們集合上也是帶著我上去廬山東林寺 賺了一大圈 原來都是老和尚的安排 就是說老和尚希望我能夠在這一些參訪的過程裡面 提升我的這個心靈的這個境界 提升我們對生活產的一個直接的這個生命體驗 所以你看一個大善之士 他怎麼樣去造就一個人 怎麼樣去成就你的一個生命的開展的道路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還有其他很多的這個事情 像我們後來到香港開這個世界佛教論壇 分成很多組的 那參加了很多 當時我被分配在一個組 我沒有想到我們敬慧老和尚 他跟另外一個人 就是我們那個 華古山當時的這個助詞 那個叫做 我們華古山那個助詞叫什麼 東和尚 果冬 有時候這師傅名字很近 跟果冬大和尚 一起跑到我那個分組來 我當時發表一篇論我的題目叫做 叫做生活產裡面 二十三個可供操作的重點 我那個發表很長 我那個發表大概發表了半小時 老和尚從頭聽到尾 我們要離開那個會場的時候 當時跟我一起發表 我們還有那個 我們那個宣化上人這個弟子 橫石法師 我們同一場發表的 然後這樣特別後來點得說很好 所以這些你看到一個長者 他怎麼樣照顧後學 怎麼樣指引後學 這個都是可以說我這個 非常難以忘懷的一個重點 好 那請繼續 生活中的事往往都是這樣的 叫一念之間的觀照 一念之間的轉機 在一念之間 我們要體會這個轉機 你們看師父 新年來了 天還下雪 師父沒有因為自己是右派 就辜負了新年 辜負了雪 所以他有一首喜雪 普皆新年至 還雲瑞雪來 人人珍喜色 處處覺塵埃 滋潤田中脈 吹開樹上梅 風年新有照 大地慶春回 你們看 梅在英語裡面有時讀 麥 麥 你們看打成右派了 學還是照樣下的 下面一首 回 毛 除夕 泡足 深深動地天 靜中獨自 對禪言 不好意思 本來是和尚 現在頭髮長起來了 山深石上 饒千日 一措 胸中 遲百年 師父被打成右派 是因為他在佛學院 編輯西雲老和尚的文章 這個被認為是 認為是為地主階級復辟 像遜雲老和尚 本患老和尚 當時都是地主 大寺院的住持 如果寺院有很多田地的話 多半都被化為地主 所以當住持也是有風險的 有至乘風追藥馬 無心必是 佔今仙 抬頭核心輕施在 贖罪肝音百戀間 打成右派頭髮還長著呢 宇宙幻化的生機 還是觸手可及 贖罪肝音百戀間 狠正能量是吧 所以我親近師父這麼多年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就是 從來不與任何境界去對抗 這是關鍵 他沒有跟那個境界對抗的心 我記得有一次南齊夫老師 告訴我一個他去日本旅遊的心 他說他發現很多人在日本 有時候你就會坐雲霄飛車 他說當你坐雲霄飛車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念頭說 我不要衝下去 我不要下去 你就會很痛苦 那個服衝的那個對你的威脅 那個影響就很大 所以說他就下去了 沒什麼 我覺得這不與一切境界對抗 是很高的這個智慧 很高的智慧 請繼續 回到我們老和尚 我在他身上也有體驗到 在任何時候不跟境界 以任何形式對抗的心態 對抗你就受罪了 但是你完全跟著他走嗎 如果下面有人說 我們去酒吧喝酒打麻將吧 是不是也要跟著去呢 在禪這裡 雲門中有三句話 一句叫截斷重流 截斷重流是在每一個當下 回歸到生命的全體 認識到生命的真相 一句叫涵蓋乾坤 說這個東西普天普地 天上地下一刻也沒有離開你 即使現在你在受罪 也是因為他呀 涵蓋乾坤 處處都是他 還有一句話是水波逐讓 你不要跟他對抗 所以有一個記者說 心水萬盡轉 轉處時能憂 誰留任的性 無喜亦無憂 完全隨緣 但是這裡 你要認的性 如果你認不得 跟著走了 還是會有痛苦的 好 這一段話 請我們魯正雄 帶大家再唸一次 在禪這裡 這是我們黃東元老師 常說的一段話 在禪這裡 雲門中有三句話 認識到生命的真相 一句叫涵蓋乾坤 說這個東西普天普地 天上地下 一刻也沒有離開你 即使現在你在受罪 也是因為他 涵蓋乾坤 處處都是他 還有一句是 隨波逐浪 你不要跟他對抗 所以有一個記者說 心水萬盡轉 轉處死能憂 隨流任得性 無喜亦無憂 謝謝 我現在請慧靈菩薩 我們把它跳到後面去 最後一段 從這裡開始 我們勞駕那個慧靈菩薩來讀 我在跟師父二十多年交往中 從來沒有聽過他半句 對以前所受的苦發牢騷 發抱怨 嘴上沒有 心裡也沒有 完全沒有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抱怨是人的一個普通的習慣 所以我常常說兩句話 就是說 幸福是一種能力 抱怨則是一種喜氣 請繼續 他是釋懷的 師父的那些詩 也不是所謂的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 90後可能不知道 在文革結束以後 很多經歷過上山下鄉 下鄉文革返幼的人 用文學的方式 用小說的方式 描述他們以前所受的苦 師父的詩不是這個 因為他是正在痛的時候寫的 不是在痛完了以後寫的 痛完了以後叫苦 不 我那時候多可憐啊 這個是 希望大家理解我 憐憫我 傷痕文學是這個意思 不過這樣講是不是有點太殘忍了 反正是有幾分這個意思在 我們師父的這些詩不是起怜 他是正在痛中自嘲 自我解脫 自我享受 自我愉悅 在那個時候 這就是師父的禪 師父的禪心 所以我說 師父的一生真是 真兆無邊的失禪生涯 真兆無邊是靈濟禪師的祭子 靈濟禪師在靈去世以前 有一首祭子 大家一起唸 眼流不止問如何 真兆無邊說死他 理相黎明冷不秉 吹毛用了急虛魔 真兆 我們大家每一位的生命 本來都有一個觀兆的力量 這個觀兆的力量 現在我們需要人為的 通過學習佛教的經論 剛才劉老師講的 借教物中 透過師父的源 透過法師的教導 透過善知識的指引 通過這些源來啟發 來發現 這個觀兆能力一旦到位 一旦和我們的生命本體 全體契機契合 和整個天地宇宙生命大化 本來就有的生機契合的話 他叫真兆 你們能聽我講話 這個是真兆的作用 你們說我很苦惱 正好你還知道苦惱啊 說明你不是石頭 這也是真兆 真兆無邊 師父生活在這種真兆無邊之中 以師表達了他的觀兆 他做右派時在觀兆中 在文革結束以後 到基層來弘法立身 修建寺院 接引示眾弟子 講經說法也在觀兆中 他臨去世的時候在觀兆中 他去世以後還在觀兆中 所以觀兆的力量不可思議 這種觀兆的力量 在我們漢傳佛教的傳統裡面 他有時候會體現在高深氣勢火化以後 科學不能解釋的設立啊 這種現象上你們都去參觀了吧 只參理敬會老和尚設立 當然這是觀兆的力量 也是戒的力量 定的力量 是戒定會的力量 前面介紹師父的失常生涯 不知有老師對我所說做何觀感 老和尚不可思議的設立 由香州老教授說 我還是這樣一個想法 我們今天諸位在這裡 特別是我個人 實在是太幸運了 海和尚透過敬會老和尚這一聲 透過他的這些詩 尤其是剛剛我們聽到後面 老和尚不是痛過之後去回想他的痛 所謂的傷痕文學 帶著對那個時代的不滿 或者是控訴去寫的 他是在痛苦當中 是在受苦的當下 超越了那個痛 這就是禪著當下的關照 當下的超越 當下的解脫 所以我覺得 今天海和尚在這裡 跟我們談的真的是無上的心法 因為我們今天要學的 就是在關照每一當下的時候 不要困在那個當下 不要卡在那個當下 而是以禪著的智慧把關照拿出來 這就是靈記主師講的 真照無編這四個字 就是每一個當下都要活在關照裡 老和尚走了之後 我想起可以和在座 的同學分享的一首歌 沒有來也沒有去 明海大和尚說 這首歌的作者 一行禪師 是樂意現在僑居法國 當然他弘法範圍 不僅僅是局限在歐洲 還有美國等地 有老師曾親近過他 他本人也多次到柏林禪室來 也是我的善知識之一 大家一起讀一下這個歌詞 沒有來也沒有去 沒有後也沒有前 我深深抱著你 我放開讓你自在 因為我已在你 而你也在我 因為我已在你 而你也在我 我深深抱著你 一行禪師在歐洲紅髮 所以他的語繪啊 格調啊 是很適合現代的歐美人 我深深抱著你 東方人不大事宜 不過這是歌詞 大家不要叫真 這個英文我來唸一遍 大家如果可以也跟他一起唸 不戀著你 不戀著我 怎麼會有 呀 才會有 用英文作的表达 他是读了《唐诗有所感》 而写的这一首英文诗 因为他读了《唐诗》哪一首诗呢 他说 少校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并茅吹 后面两句 儿童相见不相视 孝问客从何处来 依然读了这首唐诗 就写下这一首没有来也没有去 我觉得这是一行禅诗的童心 也是一行禅诗他的一种感触 所以这一个歌 那么我想我们待会下课以前 我要请我们在网路上面 有这一首诗 就有 那么我想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慧琳先来放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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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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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后换几张照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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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禅茶大会的核心理念 就是这四个字 举办这个禅茶大会的课呢 连续上了十五年 从大学部上到研究所 所以这一张照片 这一张照片是 这个照片是 颜色 颜色超过七种 我们的经验的 我们将来的经验 我们将来有机缘 我们将来有机缘 会继续跟同学们来分享 有关我们老和尚的生命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修行上的事迹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在这一张照片 我们很感谢也遥遥的祝福我们海和尚 他在这个百灵禅器 这样一个禅法广传的过程里面 能够造就更多的人来学习生活财 来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